上個半局投得非常精彩 那這個半局 第一個打者搖冠尾 是打得相當深遠 現在陳文傑是趕到定位 面對到一顆獅頭的這球都沒有掌握 這一球打成了三壘方向 不覺還沒有趕快處理 還是 輸給了蔡佳穎的腳撐 在第三局的這陣大雨 我們先來看場上 這個觸及 接到之後傳給補位的 那一手陳菲林是抓到了第二處技術 富邦有打者攻佔的得點圈 現在打擊要輪回到的是第一棒的李宗賢 李宗賢這一球打到了左外野方向 左外手扶過來 汪波榮是把這一支安打 有可能形成安打的球給沒收 基本上也沒收掉富邦今天可能的第一分 是一個美技手臂 所以富邦在這個半局 分數還是沒有開張 仍然是一分落後給台岡